同样是跟长辈有关的消息要带你来看到的就是在新庄耕耘已经30多年的正骨科耳鼻喉科呢 为了呼应这个市府的这个动健康的政策 特别跟这个社区医疗团队还有乐活健康促进中心来合作 共同举办了新庄好健康饮法乐活日的活动 希望借此来呼吁长辈们大家要用运动来替代药物治疗 有鉴于台湾已经步入高龄化社会 在新庄耕耘已经有30多年的正骨科耳鼻喉科诊所 配合市府推广动健康政策 不想让它成为一句口号而已 日前结合社区医疗团队以及乐活健康促进中心 共同协办新庄好健康饮法乐活日 希望借此告知长辈们透过运动代替药物治疗的目的 协助完成饮法族在地安老的第一步 好健康社区医疗群跟健康活动中心这里的我们运动中心 这个乐活活动运动促进中心的合作 我们来为我们的社区的老人 包括年轻人也可以我们来带动运动 运动呢我们这里有一系列的仪器 那有量化的质量化的这样 有训练各种的除了柔软度 那肌力呢这些呢都有一定量化 有量化的这个报表 让它做了以后可以做之前跟做之后的比较 那这个呢我们在我们新庄的训练 我们打造一个结果运动的博士呢 希望将来推展到全国 那我们新北市呢是第一个县市今年在推展 活动当天新北市医院钟红仁到场祝贺 尤其看到这些先进的运动器材 加上专业的医师提供各项健康咨询服务 相信游民间打造银法着物乐活日不再是一个梦想 接着这个透过先进的运动机器 然后跟电脑科技结合 可以对我们连长的一些 就是长辈啊 他们在运动的过程 可以得到 因为这边有合格的医师 运动师 还有一些副健师 他们专业的指导 然后再透过这个运动 的过程 也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机能 可以就是说 长时间 可以让他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调试 此外协办单位 还有一系列体验活动 欢迎想要运动健康的民众踊跃参加 在今年我们更配合 新北市政府 有推动的动健康服务 来为民房 来做更多的一个服务项目 其中呢 我们有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三 我们提供了免费民法局的一个门诊 那个是免费的民法局门诊 那我们正式机院长带领全体的政股科 为长者们量身开立运动处方 再响应新北洞健康的政策 进而让长者们对运动处方有所认知 动一动好健康 记者新中采访报导